前三四次会定期都会办理捐血活动 要民众捐献热血帮助他人 日前活动也正式展开 而近期血库正遭遇血荒情况 所以当天现场也有许多民众到场响应捐献热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也是许多长期有在捐血民众的理念 这些民众除了自身踊跃参与捐血活动外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一同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捐血捐二十几年了 第一时间是想到说救人一命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呼吁大家一起来捐血 要救人啊 救人我们就要火可以用 我们就没关关了 今天刚才过去看到了 再来又关 可以再关几次 很需要火 大家来关火 救人这样做一个好事 县医院参门儿感谢前三次职会成员们 与许多民众的善情善举 地方上亦有捐血活动都能够踊跃参与 并鼓励更多民众 能在身体状况容许下 一同来捐血救助他人 因为最近我们的雪库 真的已经雪荒了 不够会 第三天的民众非常有爱心 每一层有关会外党 不管是财主会 还是各种协会 如果在办理这些外党 我们第三天的民众都是 很英勇 可以说爱心不弱人 在这里感谢付出的人 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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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所有民众 如果我们有时间 如果我们身体能够 可以共同来参与 来关系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外党 议长何胜峰感谢前三次之会 对社会各项公益的投入 也邀请民众 在身体情况许可之下 能多多来参与捐血活动 帮助他人 记者卢愉凯竹山采访报道